多难看 这个东西好吗 不好不好得改 你说这水是不是佛菩萨 圆满西所愿 一切皆成佛 什么意思 你成佛了 这水就成佛了 一暴随着正暴转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这么好 那是因为正暴好 所以那水三十七道品都会讲 所以那个树 那个风 一吹到你身上 你的烦恼就没了 为什么呀 这么好的医报 那圆满西所愿 一切皆成佛 风也成了佛 树也成了佛 水也成了佛 为什么 因为你成佛了 无量寿经 你能说它是迷信 你说它是神话 不是 所以所谓三宝 对我们的加持 是你的善心赶来的 是法尔如是 为什么 没有道理 你说为什么 这一个念头 这水的结晶 一个善念 这水的结晶就好看 没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它就这样 那为什么一个恶念 水的结晶就不好 没不能问为什么 法尔如是 自性 就是这样 这是称性的 所以我们 知道这一层意思之后 听老和尚讲完这个经 你会有信心 自家事 招佛招摩在此一念 在自己的一念 那谁愿意招摩呀 谁不愿意天天看到好境界 谁不愿意看到天天的顺利的境界 那这事 求自己 求别人没把握 求自己有把握 换句话说 在自己之外 哪有什么三宝 哪有什么西方 这都关了门 都是自家的事 信心被证 不要问别人 不用问师父 问自己 所以经教 就是把这些东西 给你讲清楚 讲清楚完了 你明白道理 就像那个长春的孩子一样 自己真干 自己 第一集 我给大家汇报 那佛陀讲的故事 七个儿子和一个拐振 拐棍 这个老人家老埋 他是要饭的呀 老波罗门的 老人了 七个儿子都不养他 把他轰出来 他就问佛 我怎么教育我儿子 那佛说 你不用教育你儿子 你就教育你自己就行了 你就手里这个拐棍 你就好好地感恩他 他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 他帮助你走路 对吧 第二个 他帮助你 把恶狗轰走 保证你安全 第三个 你过河的时候 这是不是这个棍能探身前 是 这三个作用重要不重要 重要 老人家明白了 哦 可不是吗 这时候我还能指望谁呢 我只能指望这个拐棍 得感恩 老人家从这个拐棍上 就开始感恩 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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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的人有福 后来七个儿子 跟他不期而遇 都到了佛陀的 启渡绝山 听法去了 这老人 这个佛就让这老人 讲讲 你怎么那么感恩呢 你是一个教花子 你是个乞丐 你怎么面露笑容 满面风光 一点烦恼都没有 你为什么呀 哎呦 这老波罗门 不知道底下 就七个儿子来听法呀 他就说了 哎呀 佛教给我感恩呢 我现在感恩我的拐棍人呢 我特别高兴啊 我活得很自在 我是我觉得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七个儿子一看怪怪 爸爸在上面分享 那佛说是啊 感恩的人有福气啊 啊 说这儿子不孝敬 以后你的儿子 会对你这样 啊 以后他还会下地狱 是吧 人要学会感恩呢 这儿子一看 那么惭愧了 都涌上台来 争先恐惑的 要把爸爸接回去 而且承认 向爸爸忏悔 向爸爸承认错误 圆满吗 非常圆满 教育儿子呢 没有 跟儿子打官司了 没有 到居民接到委员会 做工作了 没有 让佛陀去跟孩子谈话了 没有 干嘛了 赶这个拐棍的恩 赶着赶着 儿子就赶回来了 福报就现前了 儿子不下地狱了 因为不孝敬父母的孩子 是要下地狱 把孩子也给救了 全家都给救了 七个儿子全救了 七个儿子孝心出来了 这老头老头也救了 有人照顾他了 不用要饭了 还用主拐过面 不用了 你看 自渡就是渡他 渡他就是自渡 所以 这个远在佛陀讲的 这个七个儿子和一个拐棍的故事 以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小孩的故事 这个中学生的故事 怎么帮助爷爷 奶奶跟妈妈化解这个冲突 无一例外 老头是一个叫花子 穷到极处 贫贱到极处 都有要感恩的地方 更何况我们 难道我们真的找不到要感恩的地方吗 为什么 常不见其有感恩之处 心粗而演绎 你不知道恩情在你身边 你没福 你要下地狱 你心太粗了 你的眼睛有障碍 挡住了 所以我们提出感恩就是改过 改过就是改恩 你看老头 佛很善巧 在整个这一篇故事当中 没有说老头一个不是 其实老人家的错误在哪里 没有感恩的心 所以福薄到这种程度 七个儿子没人养他 都给他轰出来 佛不批评人 告诉你如何去做 坐着坐着 感恩的人有福 儿子全来争着养他 佛有批评吗 没有 老头得利益了吗 得了 圆满吗 圆满 所以我们读这些故事 念这些佛经 那心里那种感佩 那个佩佛 润物随风浅入夜 润物细无声 不知不觉当中 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故事 看了这些佛的教育 生起感恩的心 谁把这么究竟圆满的 好的方法教育我们 告诉我们 你今天有缘碰到这种好的教育 我昨天跟凯林氏说 我这一生 就三件事 学好 做好 传好 就是我的责任 你这么好的东西得学好 学明白 就是解 做好就是行 按照佛说的去做 完了以后 弘法了一生 把这个好东西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救赎人心 救赎社会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修 都要这样做 社会 世界 灾难 自然 是我们的一报 我们正报过来了 一报一定能过来 这是颠仆不破的真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从现在做起 从脚下做起 做起 从哪做 从改过做起 所以呢 这个后边几集呢 是吧 我还是会 这个继续向大家 就是就公司 我今天说的都是 我在论坛上的一些过错呀 跟那个 学佛的一些 一些同修的一些交流啊 那么在公司内部的管理上 有没有过错 太多了 那多的就没法多 那就是很丰富啊 这些故事 有些时候你看的是过错吧 还真的看不出来 你就得用细心呢 来就认真的用佛法来 来诠释 来拿这个把尺子来衡量 公司从管理啊 到这个销售 从采购到安装 从这个合同执行到财务部 你 你得好好的看 都是过错 啊 有一条一条给他挑出来 把他改正了 改正没别的 公司的福报现金 老板的福报现金 员工的福报现金 啊 所以在公司 这个改过的过程当中 啊 是很难啊 因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十几万字的规章制度 基本上都是基于对立 啊 劳 资 双方 劳动者 跟资本家 啊 你有你的利益 我有我的利益 你不能侵犯我的利益 我也不能侵犯你的利益 你要侵犯了我的利益 我就要惩罚你的利益 我有权力惩罚你的利益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你好知道 你不敢侵犯我的利益 完全是对立 这种对立 就是现今社会的冲突的根源 这种对立 就是我们的习性跟自性的对立 那么作为老板 在企业挑出这些问题 实际上就是回归自性的过程 那么回归自性 自性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德项 德能有圆满的向好 财富就是向好 那公司要想多挣钱 想要这个自性 所带来的本具的向好 合同 没别的 改过 谢谢大家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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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请坐 谢谢 大家请坐 这一讲 这一讲呢 这个在讲之前啊 我想把辽凡私讯呢 这个辽凡先生啊 关于这个改过的一些教导 嗯 嗯 嗯 给大家汇报一下 他说呢 这也是我自己 就是说 改过的一些体会 这个过错呀 嗯 你千万不要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过错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过错是 嗯 这一个月改了 那么下面就没有了 或者 这个阶段我改了 我就没有了 你也不要有个误区 觉得我念完经就是改过了 我念佛就是改过了 我参加法会就是改过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 这个辽凡先生在他的这个辽凡私讯当中啊